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民黨主席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又有新的建議 基於社會上有聲音要求 問責官員和行會成員減薪以共渡時間 葉劉建議 只要行政長官林鄭肯帶頭 他身為行會成員 是絕對不介意減薪的 這招擺明是要擺林鄭上台 如果你是願意減薪 那用不著要林鄭帶頭 你身為行會成員可以自願減薪 甚至乎不支薪 因為你葉劉作為商料議員 其實是收緊雙份人工 首先是行政會議成員 每個月有83,050元的薪酬 一個普通的立法會議員 每個月都在賭10萬01000元 不過葉劉是商料議員的關係 所以在立法會的薪酬 只是資深是三分之二 所以就67,330元 但兩份人工加起來是15萬1個月 葉劉你快點減薪吧 我真的完全舉腳贊成 最好是由行政長官開始帶領那些 問責官員三私十二名 再帶同行會成員 全部減薪 最好是停薪留職 即是你繼續做這個職位 不過你不要支薪 因為全部都是廢柴 廢官容官太多了 100項措施當中 第一樣是可以為及民生 你出那麼多人工做甚麼 一群人不作為 踢十腳就動一腳 而且萬十百 這些人不值得支薪 所以我同意你 或者是一個減薪的建議 葉劉 當然 就算你怎樣來租賊林鄭也好 其實你兩位阿太 都已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在市民的心目中是物不可分的 所以如果你葉劉真的有決心的話 就應該由你帶頭 由夏兒上來做起 給林鄭一個良好的榜樣 讓他來跟隨 那你就威風了 是不是 你帶頭減薪 你不做嗎 那你說來做甚麼 而且這件事在老董的時期也試過 2003年1月曾經宣布過 行政長官和所有的問責官員 減薪一成 就和市民共渡時間 當時老董就有口頭禪 就說要勒褲頭 現在就對了 是你葉劉林鄭 勒起的好時機 最好勒著頸 接著又說一下 關於這個預算案 到底那些泛民政黨有甚麼反應呢 公民黨黨府楊岳橋就說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全民派一筆東西 只是特區政府圍著過去八個月的惡行 提出的贖罪勸而已 他又說不滿警隊大幅增加開支預算 除非削減警隊的開支 否則公民黨是不會支持這個預算案的 這次真的要為楊岳橋股長 他們記得在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表決裡頭 要投反對票才是 這才是清晰的表態 為甚麼他們要投反對票呢 因為就算整個非建制派的陣營 全部投反對票也好 連無大使計算 只有那二十多票而已 根本上就不足夠的票數 來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所以非建制派一定要全部 拉大隊 一致來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 作為對於過去的八個月 特區政府所作所為的否定 一個不信任 反正你投完反對票以後 這個預算案也是會通過的 錢也是會照派的 而你亦無法阻止警隊增加開支的預算 因為你就算拉布也好 拉到某一個程度 陳健波作為財委會的主席 他也是會剪你布的 剪你布的時候他也是會去表決的 表決的時候也是不夠票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這些泛民或非建制派 他們如果在表決當中投了反對票 豈不是沒有錢收? 是錯的 因為他們就算反對 也只是一種形式和表態而已 真正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在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 如果非建制派能夠拼到過半數的話 這樣就真的有機會否決得到財政預算案 特區政府就造成一個財政懸崖 使得公務員包括那群三萬五千四百隻警察 就是沒有薪金出 而且他們還要請多二千五人 簡直是喪心病狂的 你當然是否決吧 反正你的否決根本也影響不到大局 這個作為一個歷史的紀錄也好 作為一種表態也好 都一定要反對 反對才是正盧 所以公民黨這次做得對的 而且你這個公務員的加薪 為甚麼他們不斷拉布 正正就是因為不夠票 不夠票才要採取拉布這些策略 如果可以拼到過半數 拼一條毛 否決了他 已經需要浪費時間開這麼多會 接著就說一下毛孟靜 他在Facebook 同意一句說話 錢是買不到人命自由和良知的 說得很好 毛孟靜這句話 特區政府早不派錢不派 在這個選舉年才來派一萬元 他有甚麼政治盤算和政治考慮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這萬元絕對不可以 當作是掩口費或維穩費用 不過特區政府既然提出回水一萬 大家應該照待才是 首先這群非戰制派 其實他們都無能為力 就算他拉布拉記拉 被人剪布 接著到投票表決的時候 全部都反對 都阻止不了這個財政預算案通過 即是說 回水一萬就是勢在必行 當然大家一定要拿 不要說不拿 其次我收到一個P.M.問我 他就說 已經住在外國很多年了 即是他移民到外地 但他還持有香港的身份證 他就問我應不應該拿這一萬元 因為對香港也沒甚麼貢獻 我就告訴他一定要拿 為什麼呢 拿了你可以不帶入自己的袋子 比如說你捐去那些抗爭基金 或者是對於一些黃店作出直接的資助 甚至乎是支撐一下我們這些黃台也好 真慘 我們目前的影片 只要放四五個小時 他就幫我黃標去 所以真的很難經營 關於這個財政預算案 工黨也有話要說 張超雄說的東西又是離譜的 我建議他 幸好他做了這一屆就退休 說交棒 你不要經常在不適當的時刻說不適當的事 他竟然說這次派錢一萬 就只是派給那些永久性居民 而那些新移民就沒有份 他們都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生活 到底你是為香港人服務 還是為新移民服務的 張超雄議員 經常說這些話就不臭米氣 你為什麼要幫他爭取呢 他住夠七年的時候 下次爭取再派輪到他就有份了 你真是愚蠢的 要不需要來港兩三天 那些又給他申請 這些人真是發瘋的 不要說他 說一下關於這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他裏頭有很多私貨滲進去 今次又資助很多企業 資助這些路路 先不要說那些了 只是說一件事 我覺得真的很離譜 這個財政預算案 預留了4億5千萬 被律政司推行社會認識法治的工作 社會認識法治當然是知道 社會完全知道什麼是法治 不知道什麼叫法治 是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 和行政長官 你們才不知道什麼叫法治 法治是由你們去遵守的 是當權者去遵守 是執法者去遵守 不是市民去遵守 市民不能遵守法治或違反法治 到底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法治 有一群不知道什麼是法治的人 拿4億5千萬元 去推行社會認識法治的工作 你說是不是搞笑 是不是離譜 你那4億5千萬元打算怎麼用 是否大花糖 蛤 無厘頭地搞一個推廣活動 要4億5千萬 4億5千萬做了很多事情 只是這些無厘頭 你派錢就說派一萬 每一個人派一萬 然後在財政預算案當中 就阻塞又塞這些無謂的事情出來 這個預算案就說 尊重法治司法獨立 就是香港難以成功的基石 預留這筆錢就被律政司推行 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計劃 加深香港社會對法治概念的認識和實踐 最不遵守法治就是你們這些人 破壞法治就是你特區政府的官員和香港警隊 你香港警隊就負責濫捕 你這個律政司本來就是負責把關的 你有證據才可以去提告 你真的沒有充分的證據 有些人坐了很久之後 一上庭律政司就說撤控了 根本上你就是證據不足 不然你受不撤控 你告到人甩褲了 這些就是法治 你律政司有否做好把關的工作呢? 請問是 這裡很離譜 還說給他4億5千萬去推廣 推什麼說呢? 甚至律政司、司長 自己真的要做僅僅推廣法治 當然那些人不是違反法治 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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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節先說到這裡,謝謝大家收聽,拜拜!